歡迎收看 歡樂製作心 董事兵獎金 好 好 大家好 董事長 鄭學長好 這邊 董事長好 凱莉好 香蕉好 香蕉好 你可以帥 謝謝 香蕉 待會兒就來介紹你這個 再講一下 這新專輯是吧 對 新專輯在今天發的一個新專輯 叫做O in 尤其在過年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就是 好適合喔 任何事情都要O in 你只要O就會贏 對... 做什麼事都要O in 但賭錢不能O in 對 賭錢不能 這張專輯基本上就是O in 就是 主要先加到O in 最後一把 全力以赴的精神 是 主要想告訴大家就是 不管在任何時候 都要有O in的信心和勇氣 是 不錯 唱得不錯 你好 專輯大賣 謝謝 O in 多支持一下 來 不過那個 談到香蕉了 我也O in了 香蕉的把下巴都已經整 真的是 下巴O in 不是 很可憐 我還不知道香蕉有來 對 真的假的不懂 你要讓太有錢對不對 不是 他來的時候 他來我們的醫療節目 說他香蕉 整得變芭蕉了 對 對 本來他就是靠這個形象 他不是為了要變帥 是 因為香蕉之所以叫香蕉 就成為名一樣 對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下巴 對 後來他是 對 我原本只剩兩顆可以咬 我是開咬 後到反而還好 後到如果能碰到的話 還能吃 我是這樣子 是上面的牙齒喔 是這樣開的 可是現在兩顆可以碰到 原本是四顆 可是這邊鑄掉了 剩兩顆了 那醫生跟我說 我現在的牙齒年齡 大概七十幾歲 很嚴重耶 很嚴重啊 我餵食道膩了一個月 我才去動的 對 那因為影響健康 不是他造型 因為香蕉出道 從來不會因為造型而煩惱 對 他是靠才華 現在反而擔心 變帥 不知道沒有市場 對 還可以做香蕉嗎 那能怎麼辦 還是要健康啊 對啊 還是要把它拉出來 再弄回來好了 這樣弄回去 不可思議的是 我現在吃東西很順暢 那你這樣 你這樣 真的假的 還可以 可以啊 類似你們 歡樂 我是香蕉 不是芭蕉 不是香蕉 不是香蕉 對 還是可以 不是不錯 離巧度夠 可是那聲音的紅量 好像沒有那麼紅 可是有一些可能要重新找位置 因為他以前是這樣找位置 對 他現在回來了 重新發音 所以他有些音會跑掉 所以他慢慢再把那個音 位置找回來了 所以他才剛恢復沒多久 要像我做醫療節目就知道 其實我們醫生當中要常說 上半身 真的 牙帶動的大腦 你要有 真的 連動你心臟這些肺臟 對 牙齒顧這麼多 那下半身哪裡 膝蓋 真的 所以你問到一個年齡的時候 大家都膝蓋不願吧 所以老人家最怕 一跌倒就起不來 所以啊 這兩個顧好 你生活品質就好 所以現在大家很流行去貼美白 要花錢 可是你牙要刷嘛 對 牙筋越來越薄 對啊 其實牙齒是要夠健康就好 不要在乎什麼太白 對啊 貼什麼對啊 你看到潘洛迪老師 我剛剛很不舒服 對 那樣的東西 對 有時候膝蓋我一停電 怎麼只看牙齒 對 沒有 我有做美白貼片 你花多少錢 對 但是因為 因為我做是因為 我戴牙套戴很久 對 所以其實它會讓我牙齒色素沉澱 所以它那個黃其實已經刷不掉 是在裡面的 所以我講說那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直接去做 但要磨嗎 有 它把表面 看你牙齒健康狀況 因為我牙齒很健康 它只要把表面一點點磨掉就好了 然後再貼上去 我是說如果牙齒有需要調整 當然去調整 我是有的好好的 不用整口啦 對啊 你牙齒好好的 為什麼一定要強調那個 一定要白到不行 違反人的顏色對不對 沒錯 除了網路上說 美白還會有一些偏方 也是網路在流量 都會 什麼偏方 你不知道嗎 牙齒不幹醫生就好了嗎 我那天都是你們那一輩傳下來的 沒有啦 我從來不相信 我就直接相信專任的醫師 這樣我們就相信一些偏方了 對 這樣我就信仰我媽媽奶奶那一輩的 他說牙齒含醋 含了兩三分鐘 吐掉 對你牙齒表面的清潔 非常跟美白非常有效 以前不是有一種水 吐出來還有那個渣渣的 素有這個效果 而且你吐完之後你還要去刷 它會更讓 它會讓你更快把牙齒上面的 所有的髒污都刷掉 我就這樣試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後 醫生說你不要再說 他說這個其實是破壞你的髮廊脂 太痠了 對 所以你不要 兩個月一次就 你輪到一口耗牙 但是因為我也是想要美白 因為現在就很流行白牙齒 所以像之前我也是信那個偏方 也是長輩說 他說你就在那個 他說你不用花大錢 你就在牙膏裡面加鹽巴刷牙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美白 對 就是牙膏加鹽巴 那我這樣我也是這樣試了一個月之後 去看醫生他就說 你不要再說 對啊 他的傷害 當然你一般看健保老保就很方便 可是女方你看老保健保 洗牙速度都很快 很快啊 而且很痛 對 你知道我洗 沒有慢慢洗 我洗一個牙大概90分 洗一口牙 不要慢慢 因為他不敢耐洗 基本要半小時以上 一顆一顆慢慢 對 一顆一顆把你弄 勾都要化乾淨 這樣你牙齒才會健康 對啊 把牙齒當藝術品 對 所以大家努力賺錢 不是為了買包買衣服 只要照顧你的身體 對 健康 來 接下來進行的是 祝英聯想王 祝英聯想王 你們一組對陣都是10題 一題是2萬塊錢 對 搶A組 又把B組的獎金搶過來 所以大家加油 每一題都會有一個範圍 來 請講 第一個範圍是 古早味甘露 對 都說太有力了吧 什麼東西 古早味 你也為你掛嗎 對 要不要裝小好不好 等一下 古早是我們 我們這個才叫古早 你們哪有什麼 我們也有甘露嗎 就是賣那個 譬如說可樂的那個卵糖 可樂糖 不能再講 再講就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會黏地板 完蛋了 第一題請出題 吃了請搶答 吃了請搶答 吃了 好難喔 吃了 有提示 它是一種 古早的記憶 然後周杰倫還有寫一首歌 來 可靈 好 恭喜答對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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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比較有力 扯鈴跟可樂甘露 可樂甘露跟可樂甘露有關係 各位甘露有賣啊 以前可樂甘露還有好玩的地方 你可以買到那個 中天豹這些 對 水淹漾 現在都進 對不對 過年還是有氣氛 太扯了 來 第二題請出題 大根 好快了吧 陀螺嘛 有可靈就有陀螺了 厲害 第三題請出題 知妻特 請搶答 知妻特 請搶答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太強了 來 第四題 農哥你再答對 你機會出來 請搶答 得知請搶答 好難喔 現在夜市也可以打 一顆一顆 恭喜答對 那是最多的啦 太多了 以前要畫個格子 把彈珠放在裡面 把它彈出來 對 彈彈珠 很喜歡你們的年齡 怎麼可能有玩這些啊 有 真的才有 真的才有 我們還有那種用筷子摺成 那個橡皮筋 橡皮筋 還有蛋糕啊 那不是幹嘛屌能賣的 第五題 知妻特 請搶答 知妻特 請搶答 知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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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的 甜的 他是一個球類的運動 四年一次 知道了... 黑黑的... 有... 足球巧克力 對 足球巧克力 足球巧克力 有啊 有 這個有啦 感覺有超多 一桶一桶一格一格的嘛 對... 還有那種海底雞 隨便你夾 還有芒果乾 好 第六題 請出題 請出題 摸吃氟 請搶答 然後他可以調 以前生活比較不好 把他調成糊狀來喝啊 那現在有些人會把他 麵茶粉 恭喜答對 對 是麵茶粉 以前是走在... 以前是在路上 路上 麵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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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茶跑的啦 第八題 對不起 第七題 請出題 豆芝妻師請搶答 豆芝妻師請搶答 蛋豬氣嘴 對啦 剛剛有提到啦 剛剛有提到啦 第八題請出題 豆芝哥請搶答 豆芝哥請搶答 NO哥 蛋豬公 大豬公 對 但我屯尖頭 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這什麼屯尖頭 那邊的蛋豬哥 不是屯尖頭喔 炸糖粉啊 甜甜啊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鋪滿蛋的 對啊 我以為是塑膠的 他講的那個豬公後面 豬公鋪滿 還是能鋪滿 第九題請出題 柏樂哥請搶答 柏樂哥請搶答 柏樂哥 柏樂哥 一... 不會是八樂乾吧 也算吧 跟他講有 八樂乾喔 對不對 八樂乾 芒果乾都有啊 柏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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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樂乾也算吧 對不對 因為他也可以三歲八月 就跟那個紅紅的芒果乾一樣 芒果乾 那裡手都紅了對不對 對 鹹酸甜的都密件 第十題請出題 加油 吃吃請搶答 加油 吃吃請搶答 那請說 直尺也算了吧 那是文具店 那是文具店 我知道 好 那個 那個叫竹蠶是不是 對 好厲害喔 竹蠶 竹蠶他都知道你 竹蠶的真的是 柏哥都知道 這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好厲害的 那是用鐵罐做的 我叫 等一下... 來 十萬對十萬 好 第二組請介紹的第二組 好忙喔 第二組是凱莉對上蘿莉塔 第二組的大題呢 我們給大家那個 範圍是你常會去美白的部位 你身體 身體為主 第一題請出題 依吃請搶答 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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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都討論很久 來 牙齒 我們再讓他們對看一下 好... 第二題 請出題 依吸請搶答 依吸請搶答 太早... 依吸 依吸 憑你 你也不知道吧 5 4 我知道... 3 2 1 來 藝像 過後 到這裡會黑一塊 藝像很需要 藝像很需要 我們男生不會去藝衣 不會啦 女生都要夏天都要擦美白的那個 不然的話這樣夏天這樣舉錢 男生沒有做法你美白的 這沒用啊 來 第三題請出題 雞喝請搶答 我知道了 卡莉 腳踝 恭喜答對 腳踝 誰後面男腳踝啊 你穿高跟鞋的時候 一折那個鞋的旁邊緣都會頂到腳踝 其實久了也會比較黑 往皺皺的地方想到 是... 第四題請出題 西哥請搶答 西哥請搶答 蘿莉塔 膝蓋 攻擊答對 膝蓋 更換一下 西哥可以 第五題請出題 日暈請搶答 日暈請搶答 怎麼看不看 日暈太早了... 來 秋全 好 凱莉 日暈 日暈啊 日暈啊 日暈也不知道吧 哪裡啊 日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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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快... 鞋韻 答對 他這樣很韻喔 鞋韻 找到了 第六題請出題 太早... 一人一次 換你 來 山東香給他 五 四 三 二 鮑魚 不是啦 不是啦 如果真有包人 那個也算 當然不是魚啊 換你過來面 脖子 脖子 然後會有那個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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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有些比較胖的 他後面都會卡一層一層的 忘記洗脖子 對 就容易會黑 第七題請出題 柯熙請搶答 柯熙請搶答 柯熙太早... 看下 好 快自嫌喔 要聽完請搶答 第八題請出題 柯熙請搶答 凱莉 骨溝 恭喜答對 後來居上的喔 怎麼這樣好厲害 好厲害 我的 他已經超過了耶 二十萬多 二十萬 第...沒有啦 他不到三十 第九題 獅子請搶答 蘿莉塔... 獅子 是不是獅子我... 手肘... 對 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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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請出題 柯熙請搶答 柯熙請搶答 蘿莉塔 等一下... 柯熙 先看再講 5 4 3 2 1 來 請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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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到... 蘭... 4 蘭... 3 2 1 來 提示 清潔保濕美白最重要 你每天都要拿出劍 來... 你說 臉蛋 恭喜答對 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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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臉蛋不用美白嗎 你們一直在想這個關節 對 最重要的 臉蛋 臉白就好了 22萬對18萬 第二組完成比賽 第三組請就位 來 過年必吃的零食 過年的零食 多了 那就多了 好 來 請出題第一題 柯熙請搶答 有嗎 卡拉卡拉 卡拉卡拉 恭喜答對 超酷的 我才剛去 這個抖肉粒是有吃到 卡拉卡拉 真的卡拉卡拉 我們這個每次拜拜的時候 一大包喔 對啊 有鹹的甜的各種口味 現在有超多口味 什麼梅子抹茶什麼 抹茶 這樣小朋友喜歡 現在好想吃喔 第二個 今天有拜拜有沒有 沒有 第二題請出題 知阿德請搶答 知阿德請搶答 知阿德 知阿德 有點硬 請說 我現在吃不了 珠耳朵 恭喜答對 你為什麼出耳朵 出耳朵 對... 小時候最喜歡吃 對 珠耳朵 來 第三題請出題 莫勒請搶答 莫勒請搶答 大家啦 莫勒啦 恭喜答對 請搶答 請搶答 好歹打一題 他再答多一題 你根本沒有發揮空間 對啊 不行啊 我先按了 你不要先按了 你不能搶答 我搶了 也不能急著搶鈴 對啊 這次讓就是這樣 請出題 歌姿請搶答 來 請說 恭喜 恭喜 果汁 對 恭喜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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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 也有水果也會啦 不是吃澡汁 可以啊... 龜姬啊 假龜姬 敗手 飲水思緣 來 記五題請出題 莫勒勒請搶答 莫勒勒請搶答 香蕉 誰先 太快... 你太快了吧 你太快了吧 4 3 2 2 怎麼會這樣給定答 好快 牛肉乾 恭喜答對 牛肉乾 第六題請出題 得姬請搶答 得姬請搶答 好 請說 我只這樣按 對 4 越演越難 3 2 1 來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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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櫃 櫃 櫃 什麼 我知道... 換我們... 我知道... 來 給你 蛋捲 對 蛋捲啊 我由你講出來了 對 加油 謝謝 蛋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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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那個30萬啊 來 第七題請出題 柯西哥請搶答 先搶啊 來 先搶啊 看西瓜 等一下喔 我 我 開心果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30萬 你那24萬 所以他6萬會過去那裡 對 所以他36萬 B組24萬 進行A組36萬 獎金挑戰賽 來 來參加的 有名的大根基 大根基 厲害 還有歐利塔 第二名 樓哥也有 厲害... 對... 托福... 30萬 高手 加油 第一題 請出是三個答案選項 1 2 2 求得子 對 3 求姻緣 對 請出題 碎莫要吃點湯圓應景 吃湯圓除了代表長一歲之外 拿湯圓去拜拜 也能祈求什麼樣的好運呢 升官得子或姻緣計時開始 湯圓 討論來 我不知道 你出外景 對 我有聽到嗎 對 吃甜甜給你命你生好心 恭喜 不是啊 你不要激動 坐一下 湯圓應景 長一歲之外還可以 因為我也覺得應該是得子耶 因為姻緣感覺會拿其他東西 來求 或是拜月老 月老就是姻緣 可是這個是過年的時候 睡末的時候感覺有特別的意思 求得子 結婚會吃湯圓 生小孩也會請人家吃湯圓 會嗎 會嗎 很像會 老鼠計時 求姻緣應該不就是湯圓 拿湯圓應該是得子 那就求得子囉 好 有插花暫停不見 A組選求得子 B組請講 B組 我們的答案是 求得子 他納根說他有聽過這個說法 我是不知道啦 好像是求得子啦 湯圓長一歲嘛 然後小孩要保他平安嘛 圓嘛 平安安啦 團圓是得子的意思 大家像你們剛剛分析 又出這麼多外景 我更有信心了 對 一到五萬 兩萬 兩萬 你看你很肯定嗎 好 兩萬 兩萬來 請解 請解 求得子 來 三 二 一 好 求姻緣 求姻緣 不是會嗎 對啊 我們去吃喜酒 不是都會有湯圓 喜酒這紅白湯圓不錯 對啊 民俗專家指出 冬至吃湯圓有團圓之意 以為緣分的意思 未婚男女可以利用這天去月老廟 要求緣分 專家建議 要去月老廟 記得準備紅 綠 白 黑 黃 捆一捆的五色線 以及求緣分來的湯圓 用來填月老的糖果 與對象儘快的開花結果的花束 最後則是祈求姻緣早點完成的紅棗等供品 對 而且那個 太多類似的 月老廟有那個茶 可以給你喝嘛 你喝的時候如果會燙 你要用手衫 你不能用嘴巴吹 不然你會把音源吹掉 OK 來 接下來凱莉 我 第一題就好 準兵折駕 對不起 你們要加油了 諾哥要當智囊團 因為諾哥拿過獎金 還是第一題 第一題請出自三個答案選項 一 農具 二 文具 三 飲酒器具 請出題 下惡教突出 我們稱它為護斗 請問護斗在古代其實指的是什麼呢 是農具嗎 還是文具 還是飲酒的器具 後道 計時開始 護斗 護斗是不是農具 後道 現代我比較知道 古代我比較 那現代是什麼 認真啦 很緊張耶 贏 那會不會有可能也是 飲酒的器具呢 我覺得這兩個沒有 沒有厚道的東西啊 沒有 因為農具比較有厚道的 那個鋤頭不是很像厚道的 就是一個氣體這樣 對 或是滾酒那種 滾酒的話下惡教突出 因為農具比較多 因為它需要把東西挖起來 或是跑起來 所以它會比較多 那種厚道的 有造型的 有機器 文具 跟飲酒機率比較好 比較少這種東西 4 3 2 1 農具 我們會選農具啦 因為你以字型上來講 它是一戶嘛 以前家家戶戶要耕田嘛 戶斗戶斗嘛 它是一戶一戶的 那它是農具比較居多 文具跟飲酒就在這個古字上面 不太會列為這個東西的 寫字的方式 而且農家秤的單位都是斗 對 一斗 然後它一戶一斗 一戶一斗嘛 所以農具啦 所以你選飲酒器具 對 我選飲酒 沒有啦 是選農具啦 5萬塊 差不多 5萬的農具錢 3 2 1 好 好 謝謝 互斗 是一種傳統人力灌溉農田的農具 互斗形狀跟斗差不多 用竹藤編層 用兩個人對戰 合力拉繩子就能取水啦 也會用在農田灌溉上面 好像沒有看過 第二題 比較古早的 請出是三個答案選項 一 聚在一起等詞語 二 霸卵食物等詞語來 三 寄生在詞語上 對 以上是由國家地理頻道所提供的影片題 請出題 越來越獲得 第一題 去做到另一個最困難的地位上 土地的地方 頂出擺 越來越多成雲 雪 越來越來越 reveals 越來越來越來越深海 看板 有生命的,不像我们知道它 75%的动物做自己的灯 眼睛是超大型的 来抓到什么小的灯力有 请问熊安康鱼会用什么方法 确保自己能够找到慈安康鱼呢 它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慈安康鱼 对 有三种选法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等慈鱼 还是霸占食物 或者是说寄生在慈鱼身上 这三种方法 那个是深海的一两公里 几千公尺 很远耶 没有光的地方 对啊 好可怕 那它怎么找得到慈鱼 即使开始 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 寄生在慈鱼身上 那它已经找到慈鱼了 可是它最后一句话是说 它是用什么可怕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怕的 因为其他两个好像没有很可怕 很温馨耶 你说哪两个 就是它聚在一起等 他们来一起用餐就很温馨 但是很温馨 因为它怎么办理 我是觉得 应该是它最后一句那个问题 寄生在慈鱼身上 对 我觉得那超可怕的 寄生在慈鱼身上 它可能就从出生 就寄在他身上 以后可以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就不怕找不到了 他不是要找 他是他有方法 他可能从小就先黏著 可能 是喔 我覺得食物 我覺得食物很重要 我覺得食物耶 你要不要聽長輩的啊 有可能 食物啊 食物啊 菁姐 寄生在慈鱼上 你要不要 我要 我要 你要去 寄生在慈鱼上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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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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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四 五 她的血液只有她的血液 在生命中 这宇宙的環境是充满的驾驶 甚至是沿途下来 好美 本来海底就没有这些音乐 配了这些音乐变成神秘了 可是它真的很像外太空 很像 而且那个音乐 第三题 毕竹还有27万 第三题 请出三个答案请看 一 礼拜五 二 礼拜六 三 礼拜天 礼拜天 请出题 请问 在圣经故事中 亚当跟夏娃是在哪一天 赤下禁果的呢 是礼拜五 礼拜六 还礼拜天呢 祭祀开始 你们有 是哪一天啊 有教会的吗 对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都是庙会 对 我们没有参加教会 我们参加庙会 工作到第七天会休息 所以礼拜天对他们来说 是蛮特别的一天 可不可以参考他们做礼拜 是礼拜五吗 没有 做礼拜就礼拜天 礼拜天 礼拜天 对 礼拜日嘛 对不对 可是我在想他礼拜天因为 是在那天休息 是不是已经有意思了 做礼拜的时候 他是不是吃禁果是别天 选礼拜法因为五六 五六很 你没有任何的想法 你通常是礼拜天五六 对 你没有逻辑 礼拜天 礼拜天 一定有故事 礼拜天 要幹嘛做礼拜 三 二 一 礼拜六比较有空 礼拜五啦 礼拜五吃禁果 在圣经故事当中 亚当跟夏娃就是礼拜五 偷吃禁果 他们两个死亡的日子 也是礼拜五 这也是让西方人觉得礼拜五 是不吉利的 所以有成为黑色星期五嘛 有没有 十三号黑色星期五 就看来我们才会去联想 对啊 这个可以 来 下面一位 香蕉 好 我们是廟会嘉宜 有 还有廟会 而且我们演教会的成员很多 很多啊 训生命啊 当然可能廟会更多 对 廟会 可以啊 第三题 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 一 蒜头国小 来啊 下面哪个真的 二 老姜国小 三 葱田国小 下面哪个国小 真实的国小 那请出席 有 有 台湾别具特色的小学很多 请问夏娃哪一所 是真实存在的呢 蒜头 老姜跟葱田 听起来葱田比较像两个学校 我听过都兰 都兰 都有 我有听过 计时开始 好小耶 山山你知道吗 蒜头是一个地名嘛 蒜头是地名啊 对啊 因为我在 我看有蒜头那里有庙 那应该就有蒜头国小 就有地名 因为老姜比较没道理 除非那个地方 就一个 因为国小一定是地名 对 一定是地名 不然就是创办人 不然就是以早期的引用 比如说中 因为有中正中山嘛 会多的嘛 你说老姜我没听过那 没有我倒听过 有这个地方啊 那应该会有这个国小 对 充田没有 因为充田 你要说三星充国小 那我们就会吃 那有可能 那我就 蒜头好了 我觉得 蒜头国小 真的 会比较深的 老姜的来了 A族选择 蒜头国小 B族超花 这国小我太熟了啦 是 你们要分析什么蒜头 对不对 对 我答案也就是蒜头 那你问人说 他说他私人也听过 你为什么听过 蒜头 哪里 NOGO分析的是对啦 台湾人都用地名去当那个 国小 国中 学校 医院 或是庙宇啦 只有蒜头是有这个地名嘛 没有充田 没有老姜嘛 充田很顺耶 听起来 充田是顺 我就充田听起来很 充田听起来像日本的学校 不像不像 丰田我就知道 丰田国小 丰田国小 不能记照啊 1到5万 5万 5万 好 来 来 5万 请见 蒜头国小 3 2 1 3 2 1 3 2 1 加益嘛 再拿就名价 拿一 蒜头也就名 黑蒜头啊 嘉益县六角乡 有一个蒜头村 自古富庶啊 因此当地大户人家逐渐变多 人口也越来越多 每当有重大活动都需要有人出来 点名寄寿 所以别名就蒜头... 蒜头啊 蒜人头啊 对 1 2 3 4 5就蒜人头 后来被俄传为说蒜头 蒜头啊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种蒜头出名的 对 蒜人头 主人头 蒜头 因为他太差了 蒜人头 第四题请出三个答案 1 长相歧视 2 年龄歧视 3 地狱歧视 请出题 长相歧视吗 还是你年龄上的歧视 或者地狱的歧视 哪种歧视最长的吗 计时开始 地狱的应该不太可能 同乡会的很多 应该会互相照顾 我也觉得地狱不可能 对 年纪的话 可是年纪大 大家都会尊身他长辈 还有会他资深 我觉得应该是长相 长相会吗 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 在面试的时候 会一直因为长相事情有争议 受害者你觉得 我已经打工了 他就说你脸怎么那么长 我说遗传 他就没了 是喔 有些能力很强 他可能长相怎样 对 对 我觉得地狱 他会说 你乡下来的 你是哪里的 他会这样分 你讲话有巧合 都市乡下之分 天龙国 天龙国的 你怎么好像一种 有人这样讲 没有插花简 我想 请简 地狱歧视 年纪其事 你看 我们都没有讨论到 因为我遇到的都是 长相跟地狱 那个 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由六成一上班族坦言 曾遭逢情况不一的职场骑士 主要以年龄骑士占38.3 最多了 快40了 38.3 骑士是容貌骑士12.8 45岁以上有超过半数的比例 在求职过程当中 遭遇到年龄骑士 这样很不好 你说他45岁以上 又没体力 可是没有啊 爸 我刚刚想到年纪很大 尊重是因为他很资深 可是有些是二度就业 那些会怕会 是的 就被人家说 老孩子上班 是家里退休 60岁还来 骂完之后发现他是老闆 对 那是那个 走下来看一场 对... B组现在有32万 B组来 请拍一位 好 接下来是B组32万 第一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 1.卖味灯 2.美儿美 3.拉雅汉堡 请出题 台湾除了便利商店多 早餐店也多 请问网友们心目中第一名的 连锁早餐店是哪一间呢 计时开始 一定不是拉雅 这个好见人见智 一定不是拉雅 美儿美啊 拉雅是新的 拉雅是新的对不对 而且网友喜欢干嘛 网友喜欢怀旧 对不对 同学说美儿美 我好不少是网友就去投他怀旧的东西 而且因为我小时候 我有亲戚是开美儿美的 而且还有那时候假上宝 假上宝 可是那个是后来的 不是经典的 应该就是美儿美 因为他是网友心目中投票嘛 像网友心目中投票 网友耶 对 他从他小时候印象中投票 像他们都会说 小时候很喜欢瓜哥就投瓜哥 对了 小时候 现在应该是贵啊 美儿美 美儿美 完了 好可怕 2 1 3 3 网路温度计整理出网友认为 最好吃的连锁早餐 第一名就是美儿美 被称为国民早餐店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 铁板面类的品项 被一致认为的CP值超高 第二名就是麦未登 讨论度最高的餐点是 泰式卡基翠自餐 这是什么 卡拉机啊 卡拉机啊 泰式卡拉机啊 炸鸡啊 就麦未登嘛 麦未登嘛 第三名是拉雅汉堡 网友则表示 蛋饼系列最推荐 各有强项 这是大家推出来的 蛋饼皮是全麦蛋饼皮 对 第二题 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 一 联谊相亲 二 交友软体 三 参加读书会 请出题 论是恋爱对象的方式 有很多种 请问哪一种方式 效率最差呢 计时开始 效率最差 联谊吗 交友吗 还是参加读书会 我觉得是联谊相亲 你觉得联谊相亲吗 联谊相亲 不是 因为参加读书会 如果你参加读书会 如果有兴趣 那应该聊得很来 是不是很容易 兴趣一样 交友软体 感觉就是在约一些 有的没有的恋爱方式 就是一夜情对象 之类的 但它成功率蛮高 但交友软体会一直存在 对 交友软体 我觉得一定是快速的 所以是要联谊相亲 跟读书会 因为联谊相亲 以现在来讲 通常都是 不是情愿的情况下去 就是爸妈安排 爸妈安排 所以他心情不好 所以应该是联谊相亲 参加读书会 如果我们都喜欢看书本也不错 联谊相亲 是联谊相亲是不是 對 你也适合去联谊相亲 联谊相亲 不适合 天姐 联谊相亲 他之前有联谊相亲啊 就对方寄黑白照片给他 对...我有真的 就我妈妈之前逼我去相亲 然后拿了资料回来 然后一回来我就下风了 因为照片... 那个资料打开 第一页是照片吗 结果一打开 怎么会是黑白照 然后他手上还拿一束花 我想说 我妈急到要逼我明昏耶 虾死我 交友平台调查指出 28岁以下的年轻人 对联谊活动毫无兴趣啊 能遇到真爱 并成功交往的人 只有3% 主要是在短短的相亲时间当中 把两个陌生人凑在一起聊天 不只尴尬就算了 那就算聊了 认识也不深 结束后很难配对成功 而交友软体和读书会 最少可以先了解对方的兴趣 配对机会也会比较大 对... 就像我们非常难以为 还要聊两三个小时 对...对不对 互相这样突对问 认识啊... 不熟... 不熟... 第三题... 请出题 现在男生都流行不古的由头造型 请问最早由头流行于哪个国家呢 意大利吗 英国吗还是法国 我记得你会有陷阱 你如果真的要答他一般是英国 但是他要最早 没有一般我会先想到 意大利黑手党是不是都由头 因为教育里面都是由头啊 我会猜...我会想意大利 可是英国确实也是 大家现在也比较知道是英国 法国感觉是比较长一点 法国因为他们很穷 所以他们头髮都乱七八糟的 对...所以应该不是法国 所以是法国可以先七八 那意大利跟英国觉得 意大...好像很... 我觉得... 意是由头... 你是意大利... 对... 你是英国... 那我们都没有讨论到法国 那答案是法国 因为你说法国好像很飘逸很乱 说不定他就是因为先由头过 然后他现在让他放飞 真的假的 你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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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是分析下来的 你们分析的太表面了 你们分析的是他的原由 我分析的是製作单位 製作单位 他这一集应该是法国啦 意是由头吧 10 你看你们讲不是答案都答案 是意大利 是意大利 錯了要为你负责 意是法国 藍色吧 藍色吧 藍色好坏 菁姐 你讲的是 法国 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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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人 我果然是拿过奖金 真的很厉害 我果然是第一名 大根 對啊 好強喔 十八世纪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庞毕杜夫人 将头发整理往后梳 并且将前额头发梳理整 梳枕蓬松 在当时女性的发型之间 尤其突出 由于庞毕杜夫人 在当时法国文化社会相当出名 很多人就是追求她的指标嘛 追求她 她就是个指标 让不少少女生 纷纷学习该发型 之后才流行于男性间的流行造型 对 第四题了 哇 没想到 第四题了 陶渊是三个答题的 都听你的 一 李白 杀手间 二 陶渊明 三 苏世 请出题 请问夏天哪位古人 不大爱去公共澡堂 还曾因为在澡堂 享受搓背服务有感而发 而写下了一首作品呢 计时开始 完蛋了 感觉不太像是李白 李白一天到晚都在喝酒 这里答案应该是法国嘛 不是 应该不是 但是陶渊明是出淤泥而不染嘛 所以说 陶渊明应该不会去做这种 青色服务的不对 但是她感觉好像就是会去 就是比较 跟大家很close的感觉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可是她不是很穷吗 陶渊明不是超穷的 所以去公共澡堂 所以她要去公共澡堂 可是你看喔 像这种比较惬意 她会因为洗了澡 突然写诗的人 那还有可能就是李白 但我觉得我反而觉得 我也觉得是李白 但是她喝个酒都可以 我喝酒都可以 對影成三人 感覺就是李白了 真的 我就是 就李白了 真的 李白了 比較卸定一点 3 3 2 1 3 4 4 舒适 那是舒适 一定是舒适的 這麼簡單 很舒适 舒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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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到啦 對啊 不算是舒适啊 沒有啦 舒适啊 宋朝商業繁榮 開始出現公共澡堂 當時已出現代客插備的 專職服務人員 非常受到洗澡人員的歡迎 舒适成在盧夢令一詞 讚嘆過他們的勞動 大概意思說 清水如污垢互不相容 仔細看一下我身上 貌似既沒有水也沒有污垢 即便如此 我還是告訴搓澡的工人 您幫我搓澡辛苦了 我的身上沒有灰 隨便搓澡就行了 不用那麼用力了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可惜 好可惜 謝謝大家 今天熱情參與新作品 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的新專輯 O-In已經正式發行了 請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到網路上 YouTube還有各大數位平台 都可以聽得到 O-In 謝謝 李建萱 都支持一下 這邊送你哈拉影城電影票 以及多功能方形邪功討牌 百夫長李琴向你 好 讓你爽 軟糖 謝謝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啦